台北人的回憶又少一間了 在今年您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好像特別多麻辣鍋名店關門 包括了星巴 麻辣四五 台北店都收攤之外 現在小萌牛西門店 也只營業到20號 就是因為原物料上漲 加上圈供 店租又很貴 所以他們要轉型 改成用無人送餐軌道 以後可能會改到 林口和基隆開分店 紅彤彤湯底伴隨特殊蒙古鍋香氣 麻辣鴛鴦火鍋全省開透透 不過在西門店要收攤了 這下等於台北市內吃不到 因為競爭太多 這個類型的競爭太多了這樣子 對啊 所以是滿可惜的 我現在滿競爭 可是它的那個鍋底的香氣 其實還滿特殊的 以前就有吃過 只是就是都收掉了 剛好今天就是跟朋友來吃 雖然在台北市吃不到 但在北台灣還有基隆和林口分店 可以切換成清電型 現在麻辣鍋要挑戰新型態 所以他們也推出了新的做法 像是這一個送餐軌道 是慈福列車喔 六號桌 您的餐點到了 選取餐 大手筆裝設全新軌道外 原本紅黑色系 裝潢也都改成明亮白色 除了讓韜客耳目一新 一來還能省下人力改正缺工問題 我覺得這樣送很方便 而且又衛生 對 它速度很快 但不只小萌牛西門町要熄燈 星巴士麻辣45台北店也收攤 川八子火鍋樓則改成川菜館 市場太過競爭 還有一大原因是辣椒原料進口貨越來越貴 也越來越難取得 那因為西門店的坪數比較不符合 自動軌道送餐的規劃 所以我們打算把它結束掉 那今年的營運的壓力也比較大一點點是40 因為各項的成本都不斷在飆升 那我們也有在做營運的模式的轉型 熱呼呼白米飯淋上滷肉醬汁水果蛋糕 也都改成自助吧 餐點選擇越來越多 麻辣鍋市場競爭下要搶下這塊大餅 轉型轉方向就得更加用心 東森財經新聞毛招品留言在台湯島 如果養生的人吃晚餐叫你吃台鐵便當 你會覺得那可能會太油太鹹吧 因為台鐵便當不是比較重口味的嗎 現在他們特別找上了國劍署合作 台鐵推出了健康餐便當 米飯改成了糙米 而且菜量也增加了好幾倍 而且甚至連雞肉都變成燻雞的 而不是用炸的或者是滷的 只是你看到它的熱量了嗎 791大卡 這對於大家想像中的健康便當 它的卡路里還是比較高 開蓋飄香大塊燻雞肉光澤感十足 配菜更升級高麗菜花椰菜 豆芽菜還有豆干和玉米 甚至白飯還換成糙米 很難想像這是台鐵便當 應該不是吧感覺上不是 感覺上怎麼說 看它的包裝跟它的配菜的內容 跟它的傳統型的不太一樣 因為還有就是說如果這樣看起來 譬如說以前沒有吃過玉米跟那個豆芽 不說不會知道 畢竟過往民眾的認知台鐵便當 都是重口味 先炸再滷停留在你我記憶 如今再和國劍署合作 推健康餐盒 顛覆所有人的想像 對 我覺得不太像 怎麼說 我覺得它就是 我一般都買經典排骨 這個我就沒有看過 所以不曉得 我會想要就是吃這個 怎麼說 就是因為現在本來就是 影秀也都會比較買那個健康產核 就覺得如果來坐高鐵或坐火車 可以有也有這樣的選擇 台鐵便當風格大轉變到底會有多健康 這次的燻雞便當 蔬菜量增25% 纖維也多了176% 整盒便當客丸 熱量約791大卡 蛋白質42克 脂肪24克 碳水化合物為103克 一盒開賣100元 只是跟市面上的健康餐盒相比 外觀上根本看不出差異 有綜合各位的意見 然後也想到說 一般的民眾對台鐵便當而言 也是一種懷舊的滋味 對 所以我們想要不僅讓它營養 也可以更美味 台鐵便當改走水煮健康餐路線 又得兼顧大眾市場 還找來短跑選手楊俊翰宣傳 只是既有古早味特色不見 消費者能否接受有待市場考驗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台北報導 如果是騎車回家的路上 一直有人騎在後面跟著你 你可能想說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呢 在召喚這名男子就是停了下來 他以為對方是要問路 才會跟了那麼久 誰知道這個人完全不認識他 也沒有任何的仇 就突然拿著木柄針追 攻擊他的眼睛 這名騎士的左眼 因此受了非常嚴重的傷 兩個人在路上扭打的時候 他也趕快的跟路人求救 但是很多人看到了 卻沒有人停下來幫他 最後這個人他已經受傷了 只好自己把嫌犯推到水溝裡面 趕快的報警 後來雖然抓到了嫌犯 也強制送醫 但是現在這個傷者 他左眼可能失明 監視器排到 鄉間小路機車協差 擋住翠路 兩人扭打成一團 我已經被刺了 已經受傷了 現在是被害人壓這個犯嫌 他為了要保護自己 兩人打到了路中間 汽車都停下來不敢過 一台機車在對向看 男子奮力壓制坐在嫌犯身上 原來他已經受傷了 跟他請求路過民眾來報警 男子負傷揮手求救 但七機車紛紛繞過去 剛才在看的機車 騎士還迴轉接近 卻再次路過 我把牙似在地上 我要搶他那個追子的時候 都沒有人要理我 男子孤軍奮戰 使出了全身力氣 把對方推下水溝 拿手機自己報警 男子爬出水溝之後 汽車徒步逃逸 大約兩分半的過程中 六輛機車 舞台汽車 都沒人願意天下幫忙 消防隊趕到現場 哨傷的男子提著公示包 還能自行走上救護車 他說只是被問路 卻遭到隨機攻擊 我就騎摩車嘛 他就從我左後方過來啊 我想說他是不是要問路 問我說明天要不要上班 然後就這樣 他就突然攻擊我 他是攻擊完我之後 我才發現他手上拿著追子 恐怖意外發生在 10月15號晚間8點多 彰化普新鄉的遙縫路二段 被害人的機車還留在現場 拖鞋是嫌犯的 45歲的成熙男子在工廠上班 下班時騎車回家 43歲的嫌犯在他後面 尾隨2到3公里 說要問路卻拿出了 裁縫用的木柄針追刺傷左眼 雖然成熙男子奮力抵抗 但還是讓他跑了 嫌犯徒步往住家的方向逃 躲進了一公里遠的超商 被警方逮到 据了解嫌犯之前曾在工廠上班 現在無業疑似精神狀況不佳 妄想有人欺負他就隨機攻擊 警方將他強制就醫 商人的動機還要再釐清 但無辜的成熙男子 卻要承受左眼 可能失明的傷痛陰影 同樣也造成了這6名女童 一輩子的傷害 但是園長兒子毛俊生 他今天二審出庭的時候 還敢狠瞪記者 完全沒有任何的回憶 這是台北市佩諾米達幼兒園的 園長兒子毛俊生 涉嫌性侵猥褻將近20名的幼童 那現在只針對了6名女童 受害的部分 認定他犯下了 224項罪刑 總刑度是1252年又6個月 合併執行28年 今天二審開庭的時候 當然毛俊生也被記者問 你是不是認罪呢 他非常的傲慢 大膽的瞪向鏡頭 連一句道歉都不肯說 你是不是有性侵害喔 然後二審侵害可以 侵害有話說嗎 毛俊生利用媽媽是幼兒園 園長的身分 擔任教保員 卻性侵多名女童 他態度傲慢 大膽看向鏡頭不道歉 甚至在看守所中 人還長胖了 你要認罪 你有認罪嗎 你有後悔嗎 你要跟女童道歉嗎 再怎麼問毛俊生 一句話都不說 他雙眼呆滯 從頭到尾都不認罪 犯後態度依舊很惡劣 根據罪依法的原則 毛俊生一審被判了1200多年 但是合併執行 他實際上需要坐牢的 就只有28年 雖然說現在案件上訴到二審了 但其實他最多也只會坐牢30年 系數毛俊生犯下的224項犯刑 但是看看他被起訴的 強制性交罪 罪重判10年 強制猥褻罪 罪重判5年 違反兒童意願偷拍 罪重也才判7年 也就是說法官的量刑考量 並沒有無期徒刑這個選項 一個行為一個處罰 最後得到的刑期加總後 由法官來定一個適當的執行刑 但是不能超過30年 毛俊生靠著原長媽媽的身分 織手遮天 還恐嚇小女童不能告訴別人 有些受害的孩童 甚至連幼兒園都不敢去 這因應要花多少的時間抹去 家長沒有答案 家長在這段期間 也非常的煎熬 在等待施法的一個判決 未來家長也會去採行國賠 也期待是在後邊不得已減刑 還有不得已假釋 毛俊生的手機跟電腦裡面 甚至還有多達600多部私密影片 檢方另案偵辦 全案當時開庭時 小朋友同言同語說出他們如何被侵犯 家長們強忍淚水 只希望毛俊生在二省也能夠被法官總判 東森新聞 趙愛姐張仲華台北報導 這如果影響到了火車的安全 可能也要負上相當大的責任 基隆這名男子就住在火車站的附近 他可能一直覺得火車經過的時候太吵了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來報復 就是直接站在陽台上面點鞭炮 然後朝向了基隆海科館的火車月台 這一幕台鐵的駕駛嚇壞了 因為就從他們面前飛了過去 差一點就炸到了火車 這名男子還不只是如此 因為他已經好幾次都在朝著火車 朝著月台噴射鞭炮 那麼有的時候他還會跑到月台上面 對工作人員大吼大叫 現在駕駛都知道這個人 一名黑衣男子站在自家陽台 居然拿著鞭炮朝向火車月台狂放 而且還一連好幾發 仔細看男子一手拿鞭炮還有火花 但他一臉卻毫不在乎 完全不管住家底下 正好就是海科館火車站 當時有台鐵駕駛目擊瞬間 嚇得一身冷汗 直呼噴射鞭炮行為早就不是 第一次發生 聲音比較大 如果長時間停靠在海科館站的時候 當地的住戶認為噪音太大 對一輪火車都比較排斥 有時候會到月台上面稍微說 稍微對我們那個表現 比較很反感的感覺 回到四八地點就在基隆海科館站 真的距離車站好近好近 不到十公尺 就怕以後不注意射偏了 乍到行駛間的火車 影響駕駛行車或是火焰 掉落住家樓下釀起火災 面對住戶惡意攻擊 駕駛感到無奈 火車到那邊再旅客也是沒辦法 要是服務旅客 那當然是說 希望說當地的住戶能夠體諒 盡量不要做那些 有危害到旅客 或是造成旅客吸睛的那個事件 如果長到旅客的話 這可能會造成行駛難見 立場表示會再去了解 發生什麼原因 只是這回男子不知道 是否認為火車太吵 影響到他生活 還是什麼原因 才會想要在自家窗戶 放鞭炮亂嚇人 這回亂潮火車站施放鞭炮 真的非常危險 就怕哪天男子變成炸火車 後果難以想像 総資新聞 基隆報導 危險分子 犯罪分子 常常會被公告 貼在牆壁上面 有一些模糊不清的照片 所以我們很少會看到 有一間超商 把這小偷的照片 貼得跟明星牆一樣 這個地點就在台北市信義區 的松壽路附近 因為附近有非常多的 酒吧跟夜店 所以深夜凌晨的時候 就只會來到這家超商了 所以太多人跑來偷酒了 怎麼辦 店家也受不了了 他直接在放酒的這個貨架上面 貼了一整排 高清無碼的竊賊照片 說是要遏止犯罪 但是他們也坦承 真的是被偷怕了 他們已經裝了15支電眼了 而且竊賊多到 他們這些照片每個禮拜 還要換一次 但還是被偷得很慘 超商酒架上壓克力版 夾了整排照片 有男有女一半是外國臉孔 畫質頗高清 但這可不是沙龍罩或明星小卡 有人手拿著酒 還有人疑似放進包裡 旁邊就貼著景語 物音一時貪念以身是法 有如文具店小卡或紀念冊 民眾覺得新奇 而另一頭冰櫃上也貼了十幾張照片 原來是因為超商酒類商品時常召竊 店家受不了直接公布監視器畫面 這裡是新一區最熱鬧的區域 除了有百貨之外 尤其在晚上還有多家的電影院 跟夜店營業 因此每到凌晨時段 這一家超商就會湧進非常多客人 也產生了不少亂象 抬頭看超商天花板 監視器至少有15支 緊盯竊賊一舉一動 還有知情人士透露 貨架上的照片每周會換一次 生意很好 應該是故意拿的 總是看人太多了 然後隨便拿拿也沒有人發現 警方說明深夜排隊結帳人多 有些人黃湯下肚 失去理智不耐等 酒拿了就走 超商會累積幾個案件一起報案 平均一個月達5到10件 跟其他門市比偷切案確實多了不少 如果以較高價位的酒來計算 一瓶500元 每個月就會損失上千元 超商也說明將調閱監視器 如果確認竊盜行為屬實 將報警處理 但其實公開他人照片有疑慮 如果還沒有經過司法判決定業 可能構成刑事的毀謀罪 如果確實是竊賊 店家則可以主張是二指違法事由 但看準超商客人多順手牽羊 竟成了日常 店家出此下策也成了新一區奇觀 東森新聞雄中心台北報導